好 在今天呢 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呢 有感觉到地震的朋友 你帮我加一 好 这个是在花莲地牛翻身 一个小时之内呢 大大小小的地震15次 后续呢 也出现了一些余震 好 就连有小狗说 被吓得不停的旺旺叫 让居民呢 都觉得 哎呦 怎么会有这样子状况呢 他们说住在花莲这么久 没有这种震法 好 我们来看 专家怎么说呢 地震中心表示 这一次的连环群震 其实是发生在7月7号的地震的余震 那未来呢 一到两个礼拜 还有可能会出现规模四或五的余震 轰隆炬想家中监视器一阵天摇地动 狗狗吓得不停乱窜 对着门口狂吠 就连鱼缸里的水也在晃 换连16日清晨7点05分 又有地震来袭 不到一小时接连发生15起 几乎都没停过 让居民直呼这不太正常 我觉得有一点点害怕 延续震三天了 这个不太正常了 我住这么多年 哪有这种震法 没有啊 多少 多少 定榴大翻身 鲤鱼潭监视器也大力摇不停 湖水持续波动 一旁的脚踏船也是在伏在城 7点到8点密集连震 之后也陆续有鱼症传出 所幸都没有酿成灾情 16日上午7点05分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4点7地震 深度只有6点8公里 不过连震不断7点29分 又再度发生4点7余震 镇阳在花莲近海最大震度都为四级 地震中心更表示 这次地震同样是上周地震的余震 这个地震区域其实是跟7月7号 7月8号的地震的序列 其实是一样 一直延续下来的 它应该会慢慢的趋缓这样子 气象局预估连株炮事的连环群震会持续一到两周左右 规模最大可达死活物 提醒花莲民众尽情恐怕还是得随时做好防震准备 记者刘吉娇州佩与花莲采访报道 91岁的阿嬷 她的戾气居然比三名锦销都还要大 哇 这是省力阿嬷咯 张华这个80多岁老人家呢 他宣导在这个田里头啊 那三名锦销到场呢 靠蛮力推车 奇怪呢 怎么都没有办法移动他 这个三个大男人呢 在这个田里头哀哀叫就是搬不动 好 这时候阿嬷也看不下去 一句霸道的说 哇来啦 结果还真的不到一分钟哦 把受伤的这一名民众呢 从田沟搬回路上哦 哇 看了这三名锦销是目瞪口呆 希望我可能需要你的力量 有有有 好可以可以 三名锦销用尽全力都没办法移动 80多岁的小姓阿嬷 这么张啊 我都 三个大男人在巴勒田里哀哀叫 靠蛮地搬不了 借来推车也不行 小姓阿嬷还是不动如山 这时有人说话了 我推看看哪 我推看看 国园里另一名91岁的阿嬷 看不下去出手帮忙 阿嬷又练过一推 推车真的动了 我承握你太多 我承握你太多 阿嬷高龄91岁 除了拥走力气大 加上有撇步 推车的速度还快到年轻人跟不上 干脆直接叫他们放手 这要怎么走啊 来来 我要 你洗你呢 我去我有办法 还有你可以放手 91岁的神力阿嬷 阿嬷一路狂推不到一分钟 就把人从田沟搬回路上 远景腼腆道歉 自己也觉得很抱歉 阿嬷 谢谢 不用啦 不用 阿嬷 我把他帮他 八十多岁的阿嬷意外衰竟 巴勒田靠91岁的勇猛阿嬷神救援 看得三名锦枭木 邓口呆 实在佩服 接着陈思维 韩金金丹景 陈昭华采访报道 明明也没有台风 到底为什么油桶又弯腰了呢 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 城德路二段跟民生西路口 人行道上啊 这个油桶呈现了弯腰的这个状态 路过民众拍下po网才发现 这个直击画面我们也看到了 警方呢掉了这个直击画面 发现呢 穿着绿色外套的这个机车骑士 当时不晓得什么原因呢 他居然骑上人行道 然后突然间失控往前暴冲 就是画面当中红圈的这个部分 他就直接撞上油桶 而且呢自己也摔倒了 把油桶都撞歪了 车头也严重的毁损 那么幸好呢 这名机车骑士只有受到轻伤 只是油桶现在坏掉了 还有呢这个小偷也太夸张了 基隆市的窃贼呢 太岁头上动土 大费周章哦 你看他又是翻墙 练体力 结果呢 他偷跑进去大楼 想说呢 等到半夜没有人在的时候 要来偷东西 没想到呢 他爬的这一栋楼 其实是警察局 他躲在厕所两个多小时 等到晚上以为没人 准备要开始偷东西 但你也知道 进居里头怎么可能会没人呢 值班远景 逮个正着 铁门外白衣男子东张西望 接着不要命地攀过 高达四米的栏杆 绕过铁窗 踏着冷气室外机 潜入大楼要行窃 没想到竟然偷到了警察局 真的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这名五十八岁鲁姓 窃贼上周五锁定一栋大楼后门 以为是民宅 钻了进去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 基隆市警局交通队 窃贼硬是在厕所蹲了两个小时 等到夜深冷静 大胆潜入组长办公室 准备翻箱倒柜 拆下办公室旁边的窗户 没想到办公室的门 根本就没有锁 因为没有贵重物品 基隆警局交通队正门和侧门 都停着警察车 外观也有显眼橘红色 唯独后门瓷砖白白一片 看过去跟民宅没有两样 窃贼都还没有下手 就被警方当场抓包 当时还谎称自己不知道 这里是哪里 以为晚上没有人可以方便行窃 局内当场落网 是方便警方移送法办 记者朱金融 吕玉杰基隆报导 如果开车的话 记得车内两个人以上要戴口罩 甚至连喝水都不行吗 台北一名男子控诉 太太在车上脱下口罩喝水 结果就被远景开单 而且是各开三千 他觉得吓坏了 警察拦下小客车 车上两个人都没戴口罩 自称只是喝口水 警方人开出罚单 惹得民众很不开心 男子拿起手机录影 警方制止照样开单 他认为警方作为根本在抢钱 事发在北投中阳北路 男子自称只是拉下口罩喝水 就被开罚三万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车内若有两人以上 一旦没戴口罩 将开罚三千到一万五 光是这两个月 警方就开出一千五百多张罚单 车内喝水也挨罚 看在民众眼里不合理 下去北投警方也强调 早就过了劝导期 直接开罚合法也合理 但对民众来说 想喝水不得不脱口罩 要荷包就失血 难免觉得交往过正 记者杨中盛 陈玉璇台北报道